哈啰 大家平安吉祥 我是阿汤哥 汤仲伟老师 好 有在线上的朋友呢 先把汤哥呢 边听边分享 好 今天的直播呢 有关呢 你2023年呢 你的财运到底呢 要从哪里来 阿汤哥今天待会会讲那个 2023呢 12生肖的财运从哪里来呢 我会分三个三个生肖一组 总共有四组生肖 那四组生肖呢 你只要记得我们财运从哪里来 你好好的从这边去累积 好好的从这边去做功课 去经营 那基本上呢 我相信你的2023年的财运 就没有太大的烦恼了 好不好 好 OK 首先呢 第一组生肖 第一组生肖呢 就是生肖属猴 老鼠 还有龙的朋友 有没有生肖属猴 老鼠 还有龙的朋友在线上的 好 那你也可以呢 标记给你这三个生肖朋友 或是分享给他们 那2023年的生肖属猴 老鼠 还有龙的朋友呢 你的财运呢 会从哪里来呢 你的财运会从贵人的身上来 其实呢 我们知道2023年是 葵卯兔年哦 兔就是一个桃花 那贵人呢 代表就是一个人脉通前脉 那也告诉生肖属猴 老鼠 还有龙的朋友呢 2023年呢 你更要去懂得广结善缘哦 有时候我们人都会 可能做事情啊 都会有点脾气 或者是有一些自己的喜好的地方 可是呢 我觉得2023年呢 这三个生肖 你越放低你的身段 然后呢 越多去呢 跟人家结善缘 然后呢 与人为善嘛 然后见到人呢 都笑嘻嘻的 有没有 你越笑 财神爷呢 越能靠近你哦 所以呢 生肖属猴 老鼠 还有龙的朋友呢 在2023年呢 你的财运呢 都是从贵人身上帮助你的 什么意思 例如说 你可能会从贵人身上 得到一个很有用的讯息 但是我们小道消息呢 还是要经过什么 智慧去过滤跟判断 不是一听到小道消息呢 就很冲动 那就不对了 而是说呢 你可能会听到说 可能生活当中啊 或工作当中呢 可能会有贵人适时的提点你 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 但通常我们人就是这样子 听到什么都不该做的时候呢 都会有一点点的 小小的叛逆 所以生肖属猴 老鼠 还有龙的朋友呢 当别人告诉你说 这个不要比较好哦 或是听到呢 有一些有关于你的缺点的地方 或是你必须要去改进的地方呢 那你也要虚心守教 所以呢 只要你越谦虚 越低调 然后越没有自我的脾气去做事情的话 2023年呢 你可以广纳很多的贵人财 可能贵人呢 即时告诉你说 这个不能投资哦 这个不能做哦 或许呢 你就不会损失了一笔钱 所以2023年呢 累积人脉的贵人财是很重要的 那这个贵人财呢 也代表就是说 你的生活当中呢 你不要去 可能瞧不起某些人 或者你也不要去看清某些人 在这个工作职务上的一些 可能发挥跟所长 你要记得 每一个人 每一个环节 你越是去注意他 尤其是这个小小螺丝丁呢 你去经营的好 去看的好 那你的这个整体就会很巩固 然后别人也会看见 你与人为善的这种决心 还有善意 好 所以呢 生肖属猴 还有老鼠和龙的朋友 你2023年的整个财运呢 都是从贵人身上 比较容易得到 还不错的消息 好不好 所以广结善缘就对了 好 另外呢 有没有生肖属蛇 属鸡 还有属牛的朋友在线上的 好 属蛇 属鸡 还有属牛的朋友呢 嗯 阿汤哥呢 会建议你2023年 你的财运呢 要从哪里来 你的财运要先从布施而来 所以你是布施财 那生肖属猴 老鼠和龙的朋友是贵人财 那生肖属 蛇属 鸡属牛的朋友呢 就是布施财 你会说老师 我都没有尽财啊 我都没有赚钱啊 我为什么要先布施呢 其实布施呢 就是 布施其实是让我们呢 无形增加一些福德 累积福德的机会 所以呢 这三个生肖的朋友 为什么要叫你从布施财去做起呢 因为这三个生肖呢 2023年比较会有很多的莫名其妙的 破财的问题 欸莫名其妙 有时候破财呢 不是 破财就是不在你计划当中嘛 所以很有可能就是 明明这个东西看起来好好的 车子好好的 突然之间坏掉了 或者说家里哪里突然漏水了 你需要去整修的 所以呢 这三个生肖呢 2023年多布施 你的财运就会越好 所以布施呢 不要害怕 当然就是量力而为啦 所以你多去布施 然后去用布施的方式去化解一些 不必要的无形的障碍跟灾难 所以当你的障碍跟灾难减少了 自然钱财也会守住了 所以这三个生肖呢 在2023年的财运当中呢 比较容易守不住 所以我们既然我们守不住 那我们多多的用布施的方式呢 去累积福德 所以在必要的时候 例如说可能家里面的长辈啊 或是家人啊 亲朋好友啊 谁谁谁可能需要你去帮忙的时候呢 可能2023年这一类的 你认为的烦恼的事情 可能会稍微多一点点 所以这方面呢 你可能要有智慧的 可能去帮忙 或是有智慧的去把你的钱财收好 好 那第三组生肖 第三组生肖呢 生肖属虎属马还有属狗的朋友 好等一下呢 不要急着走开阿汤哥 不要急着走 阿汤哥呢待会会告诉你 2023年我们要怎么去引财路开财库 引财路开财库 适合每个生肖的朋友 所以来生肖属虎属马还有属狗的朋友呢 这三个生肖呢 2023年呢要累积的财运就是福德财 福德是什么呢 福德就是你要有点有如神助 如果你平常都有去累积一些福德 然后你有累积一些 就是广结善缘 2023年呢就是你呢 成果丰收的时候 所以生肖属虎属马属狗的朋友呢 建议这三个生肖 平常没事的话 如果你有宗教信仰了 你可以去拜拜土地公 去求求土地公 然后让土地公来加持你 保佑你 让你在财运上有如神助 所以你的赚钱呢 比较会靠 例如说无形的隆天护佑 或者呢就是长辈 可能职场上的长辈 或家中的长辈 可能留了一笔钱给你 那有一些说 老师我的长辈不可能留钱给我 那你的长辈呢 如果需要你帮忙的时候 你去帮他 那累积这个福德呢 也是很好的 因为2023年是你迅速累积福德 最重要的一年 那另外呢除了长辈之外呢 这三个生肖呢也很适合去 例如说买不动产 买卖不动产 在不动产方面呢 也可以得到一些有利的讯息 好不好 生肖属虎跟属马属狗朋友 2023年呢 你所赚到的钱呢 就是福德财 所以福德财这个意思就是说 只要你循规道觉去做事情 你呢一切都可以观观难过 观观过 那福德的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比较有一些贪念 或是说呢 我要投机取巧的心 当你一起邪念呢 哎 縣市爆呢 或是那种无形很怪异的事情 就会发生在你身上 所以呢这三个生肖 乖乖的就对了 你就顺其自然的 你钱就会进来了 有没有很开心 好 那接下来呢三个生肖 就是生肖属 属兔还有属羊的朋友 猪兔羊这三个生肖的朋友呢 2023年呢 你的财运呢是从正财而来的 你的正财特别的旺 尤其呢你工作上好好的去发挥 或许你也会有一些 新的工作的发展的机会 那阿堂哥建议这三个生肖的朋友呢 多去生根你的工作 无论是你现在的工作也好 或者是说你即将面临一个 新的发展的机会也好 你多去生根 然后呢 不要偷懒 在工作上你好好的去做 你的正财呢 会很旺的 所以整个正财呢 会带动你整个很好的财运 所以12生肖当中呢 猪兔羊呢 他是属于一个旺正财 正财呢是很不错的 所以职场上 或是你多去学习 一技之长 或者是斜杠人生 有工作上面呢所赚取的财富呢 是最扎实的 所以你在工作上呢 可能会有一些 可能升迁啊 或是被赋予重责大任啊 那没有关系 或许很累 但是呢 也会得来还不错的财运啊 所以呢 2023年呢 猪兔羊这三个生肖呢 都属于工作上 只要你不要乱去做你业外 你不熟悉的事情 只要是你业内 你能够掌控的 你好好的去生根 不要去乱乱的投资 自然你的工作呢 就会有很好的发展跟发挥 这样了解吗 猪兔羊的朋友 你们是属于旺正财的 好 那现在阿汤哥呢 要教大家呢 如何去旺财库 好不好 引财路 引财路旺财库 好 2023年其实是一个魁卯年 那阿汤哥 之前有讲过 魁卯年呢 五行暗音是属金嘛 那金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金色 白色 以及什么福德 所以呢 我们不管是星云颜色也好 你可以多穿着 或是身上带一些饰品 重点是呢 我们在2023年呢 每一个人的财库呢 都需要好好的去累积哦 好好的去累积哦